今天就是我們紅豆的故鄉 因此我非常希望藉這個機會 把這個產品跟這種紅豆的文學意向結合起來 讓它變成我們屏東 乃至於台灣一個重要的文化創意產品 這其實是絕對做得到的 因為我在這邊吃過 這邊的紅豆餅非常好 記得有一年就是我上任第一年 我們國慶的酒會 我們現場又準備紅豆餅 我一看到之後就有點忍不住 結果人多嘛也不好馬上就吃 一直忍了半天等到看一個機會 趕快打起一口 結果就被記者拍下來 而且我很巧當那時候眼睛閉上來 看起來閉著眼睛猛吃一口的表情 結果居然成為攝影展的手腳 我太太在旁邊看到我那樣吃的那個表情 記者家的標籍是 我怎麼嫁給這種男人 那這個紅豆它有它的特殊的這種意向 因此非常值得我們家裡推廣 我在這裡特別謝謝我們屏東教育大學的 學校長 委員長他們這樣的努力 各位看看我們剛剛聽過的那個作品 像陳揚珍小姐從古事事業所結合起來 我們看到在這個有年輕大學一年級的創作者 我們看到這個閃門的作家從十歲得到靈感 我們看到這虛虛多多就是很多是生活的經驗 小時候吃紅豆的經驗 撿紅豆的經驗 這些都可以成為文學作品 何處不能文學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重要 我們是一個文學的民族 我想想 三千年前就有詩巾 是一個好詩的民族 千萬不要忘記了 我們很多潛力現在沒有發揮 不管是牛肉麵 豬腳 紅豆 都可以成為入宿的基材 只看你是不是有心 所以我希望今天這個結束之後 希望得獎的作品 看有沒有辦法跟我們鄉長 我們農會結合起來 在紅豆的產品當中 能夠包裝上把這些詩 這些作品適度的能夠加以感到 當然要經過作者的同意了 也應該給他適當的獎勵 讓每一年都有好的作品出來 跟我們的產品能夠行銷全世界 為了幫大家祝信 我也寫了一首不成熟的文學 紅豆生萬丹 不是生南國 有了 風味甲台灣 賭物思故人 天涯漢均安 好 他主要的一方面呢 為什麼紅豆是在萬丹出產的 而我們希望不只是做台灣紅豆的故鄉 也希望做世界紅豆的首都 你好嗎 好 第二 風味甲台灣當然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先從台灣開始 好 再來後面兩句話 賭物思故人 天涯盼均安 是有點小小的典故 三年前 我們瓜里馬拉的總統 我第二年去做國師 結果訪問前呢 突然間在那邊爆發了一個謀殺的遺語 人家懷疑他謀殺他政治的對手 鬧得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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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呢 當時 我們就有人說 這個時候去訪問好不好 我說既然排定了 而且這個事情 也還沒有任何的證據 這時候我應該去 我就去了 去了跟他相處非常的好 我去了 看他們的麻雅文化古蹟 跟他簽了聯合公報 他非常非常高興 後來他告訴我 他說 他說你那個時候是可以不來的 因為有這些爭議在 但是你還是選擇來 一年後呢 整個事情查清楚了 他是無辜的 那我記得他來台灣的時候 送給我的小紀念品 裡面就有紅豆 瓜里馬拉他也產紅豆 那他的紅豆呢 是拿來當作吉祥物 可以帶來好運這些的 所以我就想到這一段 所以說 他很重視我們這段友情 那次我博士訪問 就參加當地好幾個元首的 這個就職節目 跟他前前後後見了五次 他就非常談得來 所以我想到這個紅豆 就想到他 所以是獨物思物人 天涯和君安 我希望在中華民國跟瓜里馬拉 元首間的一段友情 做一個歷史的註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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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